有南回阳明山之称的台东泰马里金针山 每年花季都吸引不少的游客 开车前往赏花 却经常发生使用卫星导航 导致迷航受困山区的情况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 商工所除了设立路标引导 也特别拉起了红布条 提醒民众不要使用卫星导航 对于不熟悉的路段 不少民众会选择使用卫星导航来指引 但台东泰马里乡公所却设立标语 劝阻上山赏花的游客 切勿在金针山区使用卫星导航 因为金针山的一个修区非常的辽阔 那有一些主要道路 也有一些是支線要到农地的一个联络道 所以请大家尽量避免卫星导航 曾经有一些游客会跑到大峡谷 跑到农地 回不来会请消防队派出所这边去支援 那我们为了避免危险 也减少这些意外 所以请游客到金针山 循着我们的一个道路赏花的一个指标牌 那引导到我们这个金针山的修区 为了避免游客迷航 泰马里乡公所除了设置路标导引外 近年来也推出付费赏花专车 供民众搭乘上山 这些年来我们也推出赏花专车可以上山 所以建议如果你是搭乘赏花专车的话 我想都不会有问题 台东泰马里金针花季即将开跑 由于山区道路错综复杂 山公所特别呼吁游客 依巡道路指引切勿使用卫星导航 避免迷航受困山区 记者萧家惠 泰马里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花专车